昨天看到有一群法律界人士開記者招待會 表明反對港獨的主張 還有覺得有一些現行的條例 其實都可以對這些行為拘捕他們 促進行律政司應該要快些行動 今早請來昨天有份開記者招待會的其中一位 就是有立法會議員林美芬在直播室 是 你好 早安 林美芬 不如說說幾樣現在市面上 或者在不同政界院說的說法 有些只是口說 我支持港獨 有些真的提倡港獨的政黨黨綱 有些說要自決 自決裡面加了港獨為選項 有些甚至提了一個概念 就叫做內部自決 又跟外部自決有些不同 逐樣逐樣說 我知道你反對港獨的立場 但譬如說 口說港獨有否問題 口說港獨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在看甚麼環境 首先我們最主要說 我們昨天有十多位法律界的朋友 我們其實都有不同的團體 昨天就是用我們個人的身份 但昨天我們發起的宣言 我們都會邀請更多的人 如果他覺得都希望很清晰 給到社會一個信息 就是港獨在香港是不符合法律的 第一 它是不符合基本法第一條 香港是中國的主權的一部分 在整個回歸裏面 我想香港在主權的問題上 並不存在爭議性 問題就是所謂的自權 以及如何管治香港的問題 用甚麼制度 第二就是在國際法上 其實香港也不可能是從中國的主權 獨立出來的 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算我們所謂殖民地時代 其實1972年 連中國都在聯合國公開說 他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 而只是基於歷史的現實 他們會一直讓英國管治 到1997年都要討論回歸的問題 在所謂自決的問題上 如果你是用self-determination 自決其實在國際法的意義上 是一定說那個nation nation就是那個國家 是說整個國家的人民 那個內部自決 就不是在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省 或者一個小的族群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在中國的領土裏面 他在那裡就可以內部自決 其實整個概念 一定是說主權國內部自決的問題 所以所謂一說到自決 特別是公投自決 或者外部內部 我覺得都只是一個可能嘗試 就是說不要那麼敏感 因為港獨就人人聽得明白 所有市民都聽得明白 到自決就好像轉了一個彎 但如果你說是從法律上 你說自決其實都是說香港的獨立問題 我們認為都是違反了國際法 違反了香港法律 違反了一國兩制 但回到逐漸說 口說我要港獨 我支持港獨 有沒有問題呢 如言論上 阻擋的話 是否算是一個具體的行動呢 口說呢 我自己覺得口說 他這樣說 我自己個人也覺得 這是他的空間 一定是要配合了 已經開始有些行動了 行動 即是在我自己的看法裏面 可能你包括你租地方 租了地方之後 你要去宣傳 去宣揚你這個理念 這個理念本身 是違反《基本法》 我認為也是違反了法律 如果你說去組黨就更加不行了 組黨 其實顧名思義 它是組織一個團體 是違反香港最高的法律 也違反了一國兩制 我認為香港的公司註冊處 是不應該讓他們登記 而在《社團條例》第八條 也有提到 你一定要考慮到 那個團體 社團 公司就是登記公司 社團就是你要去警方登記 也要考慮對香港的公共利益 安全的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一個團體 它是開宗明義 是說它是要港獨 這樣的時候 我認為特別在任何政府的部門 根本就不應該給他們 任何配合的措施和政策 還是在這個位置已經可以霸關呢 當他想去註冊公司做社團的時候 不批准他 那就停了這件事了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要說得很清楚了 因為我看報紙 政府似乎都不太清楚 還說叫那些人自己去問法律意見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 你經常叫民間團體去找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也要費用 要貴的 無論它和政見是否不同 我覺得問題立場 政府其實應該很清晰地表達他的意見 公司註冊處對於一些說明 是非法的目的去註冊那個團體 你根本就不應該去批准 回到概念 剛才你形容非法 非法違反 你說它違反基本法第一條 這是一個形容基本法小憲法 是有一種層面的 但如果你說香港一般討論違法 就可能有甚麼條例是觸犯了 剛才說的有民事和刑事 你看到昨天我們都邀請了 有些是專門做民事的律師 有些專門做刑事的律師 我自己也是公法的 那方面的研究是做得比較多 如果你看到 我們在民事的法律裡面 如果你說一個公司 一個社團 它根本沒有一個合法的登記 然後它仍然都是用這個名義 去公開活動 它的負責人 它的幹事 其實是要負上責任的 活動是包含甚麼範圍 譬如做訪問那些 有沒有問題 即它還沒做註冊 那也可以做訪問 我們的理解 譬如說社團條例 通常你可以用一個機構的名義 你是公開活動 應該30天之內 你們一定要得到那個批准 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話 應該也有機會附上一個誤導 你沒有批准的 有刑事的責任 昨天也有說的 另外就是在刑事方面 相信大家對那方面 也是非常感興趣的 我們也研究過在刑事方面 最主要就是在煽動 你那個言行 所以言和行是在一起的 基本上大家的看法就是 就是說如果是純粹是言論 純粹是言論它沒有行為 或者是一批人在討論 其實它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空間 但只要它是有行動 行動的尺度是怎樣的呢 我相信這個在法律界裡面 是大家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覺得可能 他去做很多事情 都是言論自由的 有些人覺得 你是 只要你 譬如你租一個地方 在一個地方裡面 去宣揚吸納會員 這些也是行動 也是不行的 你知道我們法律界 當然在尺度那方面 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無論在國際人權公約 在香港的基本法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保護的 但是同時 你的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 不可以去到 你是完全不理會 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的尺度 就是大家我覺得 是要支出 它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你不可以這樣說 言論自由 就可以去合理化你所有的東西 因為另一邊的人士 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和你的解讀 他又覺得 譬如認識障礙條例 相關的條文 已經是一段很長時間之前的 甚至乎覺得 如果你用這條來向他們控告的話 罵上法庭的話 最終可能 還要審視認識障礙條例 你會用這條文件去討論 老實說 討論相關的認識法例 有不少是當年殖民地時制定的 你也知道 的確有些是更嚴格 還有人當年已經指出 可能比根據23條制定的本地法例 但是23條已經是沒有上到立法會 也不是法例 所以你只可以看回現時的法例 現時的法例 就是因為我相信 從來都香港 在我的印象裡面 甚至在回歸之前 我們都沒有出現過 一些這樣的港獨言論 說還要成立政黨 的確 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所以這是一個新情況 有時新情況有些東西放在那裡 你又沒有其他東西 那你就變成 其實我自己本人一直認為 在香港的行為 最好有香港的法例去監管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你怎樣可以discourage 就是說不要再鼓勵 這些肯定對香港有害無益的一些言行 包括他說要註冊一些政團 原因就是肯定會破壞了一國兩制 將來的發展 所以一樣 我覺得這麼危險的一種論述 如果你說不出聲 我覺得這是一個 你自己認為是責任的問題 你不出聲 他繼續認為他是對的 甚至他覺得 各界的人都覺得 我很英雄式的 那時候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覺得起碼大家冷靜地 應該要指出 這樣其實肯定是違反了法律 你說刑事 他根據這條令事 昨天有不少的刑事律師在 他們亦都很詳細講解了 所謂刑事檢控的政策 我亦都尊重律政司 他自己一定有他的考慮 原因是否檢控 一定牽涉到考慮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我們作為法律界的人 我們覺得有責任 向公眾 最主要首先向公眾指出 港獨在香港 一定是不符合法律的 其實之前有些記者 都問過警務處長 問問盧維聰 究竟現在會否違反哪些法例 他一直都沒有明言 答到哪一條 你怎麼看警方的取態 或者律政司也好 警方也好 也不夠明確的態度 首先我想說警方和保安局 首先我自己認為 我看報紙而已 別人問他 他說你們問法律意見 我覺得有些問題是百分百清晰 就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這件事 他們是不需要迴避 或者甚至 這個應該是很多市民期待 是要很清晰說一句 為什麼呢 大家都不希望這個火種 現在是星星之火 大家希望提早撲釋他 甚至我都很希望那些年輕人 如果裡面主要是年輕人 他可以修改他的政綱 去修改他的理念 令到他自己將來發展的 是康瘡大道 而不是一開始 你是去了一個 大家根本是 你是沒有那個發展的空間 其實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去勸喻他們 所以這個不應該是用一個 即是如果人民道 那你其實是作為 即是好像剛才說的情況 你明明知道那個行為是不對 不符合法律 還會可能令到香港 一國兩制將來出事的 你都可能說一句 是不對的 是不符合法律的 即是我覺得是應該有這樣的責任 但記者會問他 不符合哪一條法律 就是這裡的時候 就沒有明顯 他自己本身不是刑事的律師 但是他起碼就是 因為如果你問一個不是律師 你要他就這樣說 他都一定要很清晰 可能他又要問一個律政司 律政司的法律意見 我覺得律政司 可能他應該很清晰地表達 當然律政司司長 沒錯 表達過的大家都知道 香港亦很尊重法治 我們指出了 在法庭中 大家可能就說 起碼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港獨這個問題不應該有爭議 就是反對港獨 港獨不符合香港法律 我希望他們不要含糊 你這個言論自由和國家安全 好像國際人權公約裡面第十九條 香港人比較多就是說第一款而已 第一款就是言論自由 但是他們就不說國際人權公約第三款 同一條存在的就是說 其實言論自由裡面 都帶有一個責任 那個獨特的責任 就是要保護到一個國家安全 公眾利益 公眾安全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很清晰的 當你很清晰的東西 你起碼要跟他說是不對的 就不要說 這個言論自由 就是要說 有一個小孩跟你說 我去殺人 我不喜歡他 我去殺人 那你也告訴他 這是犯法的 是不是到了那個階段 到了殺人的階段 這次看到港獨也有一定的市場 一陣子的市場 你就更加要… 又不同 剛才你舉的那種罪行式 這種是不是那種 其實剛才你的比喻 是不是匹配呢 這樣說吧 我自己比較傾向 你這樣說 是不是絕對比喻呢 我覺得玩火這件事 是更加適合的 這個比喻 玩火就是 你不會即時看到危險的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真的釀成火災的 而這個火災 就不只是玩火的人會受害的 是一定會牽涉到其他的人的 而我自己是認為 那個牽涉的 就是香港整體的 一國兩制都會受到影響 還有就是香港的發展 肯定會受到影響 在這些極端 激進的分離主義之下 所以如果你說 的確是令人憂慮的 因為他們這種激進的主義 可以在新東的補選 有這麼多普通的市民 說是去支持這個候選人 可能是不知道支持他哪一部分 當然希望分拆 大家都會說 不只是這件事 可能是其他民生 但是我又看不到 那位的候選人 因為他主要是主張 是這些比較激進的思想 我覺得 大家自己想 我覺得 每個人對一件事的尺度 如果我見到一個小孩 他把五隻手指插鬚 我會立即阻止他 或者我立即提醒他們 他們這樣是很危險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 沒有所謂 這個就是你怎樣處理 你覺得有些行為 是真的不好有危險性的 你發聲還是不發聲 每個人都會不同 回到政治上的問題 剛才你提到 你這麼反對港獨的言論 甚至乎行為 剛才你也提到 新東補選裡面 票數的分佈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一、兩年前 就沒什麼人提倡港獨 很少說 現在就越消越大 你怎樣分析這個現象 還有有支持者 似乎數量正在增加 我猜這些是很混雜的反應 我剛才也說 你除非那六萬多人 自己出來說 他支持他 背後是什麼呢 是否去到港獨 我覺得未必 因為那個位置 就未去到 好像現在有些人的位置 但幾個月又再變化 可能是會 但是 我覺得 原因在哪裡呢 你覺得 我想在一國兩制的關係 現在處得不太好 我認為一國兩制的成功 其實當日 都用了很多的心機 能夠用一個和平 我認為是法治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因為大家起碼都願意一起接受 用基本法 基本法等於一個大的社會契約 好了 今天有些人說 我不滿意基本法 所以我要講一個另外一套 甚至說 2047 可以重新來過二次前途問題 為什麼大家對基本法也有質疑 發展有些人 例如2047之前 我可不可以修改基本法 加上港獨是選項 我覺得第一 有認識上的問題 無論在2047之前 或者2047之後 其實香港獨立 或者脫離中國的主權一部分 都不是一個選項 是很清晰的原因 如果你就算看回基本法 159條 說修改基本法 有些人說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的第四段 就說明 任何人 或者任何人去修改基本法 都不可以違反 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政策 所以你一定有一國在 就不會有一個選項 你修改 就變成選項 就變成獨立 但為什麼年青人的想法會放到這裡 我也相信 會跟他們對於 政治的發展 他覺得沒有突破 這個應該大家都要正視 包括我也有看過 有一批相對 他用比較溫和的字眼 去說香港人民內部自決 我們待會再談 因為時間是所限 不好意思 梁美芬跟你談到這裡 謝謝李主席 千天年代節目 剛剛接受訪問的 就是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跟你談到這裡 我們到下一集